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骨灰还能分得清谁是谁吗 他们会怎么处理掉 已经分不清了 我就看他们拿个大坛子 上面贴上名字 然后产业铁线骨灰放进去 如果我死了 也是这样的吗 疫苗试验完全自愿 现在你随时可以放弃 我不放弃 我跟你去 真的决定了 对 那好 这次我就真的带你过去 好 真是疫苗 应该是 没想到和平安把疫苗带回来了 他们都要救了 医院的疫苗实验应该马上停止 快 师座 刘世明已经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注意 请注意 请立即停止医院实验 请立即停止疫苗实验 鹿兵安回来了 鹿兵安回来了 鹿兵安下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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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兵安下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事 没事 我终于把疫苗带回来了 不如再怕被病毒感染了 我终于可以抱着我了 平安 你终于可以抱着我了 这一次 我终于可以救很多人了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活着 你成功了 你救了所有的人 救了徐文 我想的 我想为你活着 我做到了 这一次我没有骗你 没有人可以再分开我们 没有什么可以再让我们分开 沈小姐 平安 我自愿注射了食盐疫苗 你说得对 没有人会害怕病毒感染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会感染病毒 你割下了手机 你割下了手机 真是吃肉的死法 你割下了手机 东圣君 感谢你送回滕原京湖的遗体 我有罪 请处罚我 你有什么罪呢 滕原京湖 对我照顾尤家 我却没能保护她 不管怎么说 她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你们可以杀了我 或者让我自杀 就用这把刀 就用这把刀 这把刀 是我父亲送给滕原家的 在滕原家 已经传了三代 嗯 你救过我的命 我现在把命还给你 你救过我的命 我现在把命还给你 我本来要把你们全部杀掉 但是我想了想 我可以给你这个报恩的机会 从现在起 必须听我的指挥 知道了吗 是 出去 给唐原明神 发宝 她是我的妹妹 我们失散了很多年 她是我大伯的女儿 我一直不知道 可她却认出了我 那她怎么不早点跟你相认呢 她跟我说 她没脸跟我相认 她认出我的时候 她师父已经绑架了血沫 后来又做了罕奸 她为了救我 中了枪 我送她回来的时候 我把她睡着了 我就跟她讲小时候的事 都跟她对上了 都是我粗心 居然从没发现 她五六岁的时候 我还常常带到她后山的草坡 我给她抓蝴蝶 给她编花魂 有一次 她还差点摔下山崖 那年国民党到处抓张丁 我连夜跑上了山 没想到小珍家遭难了 大波被抓走 大娘被他们打死 小珍也不见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以为 你不用担心 你们才刚刚相认 我相信老天爷 不会那么狠情的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嗯 你也是 当然了 小猴子 小猴子呢 她没有告诉你小猴子在哪儿吗 没有 还没来得及问 会不会还在山寨里 不会 如果是在山寨里 她一定会告诉我 她也会把孩子带出来 她一直没有提 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没有说 也不用太担心了 这个时候没有消息 或许 或许会是个好消息呢 希望是 是 你为什么要住手师爷医院 我以为你死了 如果你死了 我怎么能活下去呢 我是在行 每一个跟我有关系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九年前是这样 德令是这样 这次曲瑶也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死了 秦月 刘副园长 马医生 周死 唯独是我 一个人活着回来 我知道 你也是九死一生才回来的 是他们用命 把我换回来的 我回来了 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我是 我是在行 你不是在行 你是福星 平安 在我没有遇到你之前 生活对我来说 索然无畏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要什么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自己 直到我遇见你 我才知道 我该怎么活着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一定会让你活下来 医生 怎么样 手术做完了 病人还在昏迷 能不能醒过来 就肯定自己的意志力了 tenメ 省 警狐 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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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何平安在回来的路上 杀了我的兄弟警户 我们这就去杀了何平安 不能再让他继续活下去了 站住 我们有更重要的计划 好不容易潜伏下来 不能因为个人的恩仇 而牺牲了我我的机会 那就任由何平安 继续再活下去吗 我自会安排人去杀他 你们先下去 嗨 情虎兄弟 我一定会为你 报仇的 我刚才打倒倒了 你还记得她 罗子 我还记得不赔了 这是什么 你们还记得自己想办法了吗 我帮助你 因为我们刚刚给她注射过试验疫苗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只能等 要么试验疫苗有效 沈小姐安然无恙 要么情况可能会很糟 不过她的情况并不传染 不是还有配方吗 已经比对过了 在我们的试验疫苗里 有两种药品都是替代品 药剂之间相互作用 药效根本无法保证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没办法 只能等 为什么 这次我能救所有的人 却不能救你 没关系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满足了 小趁 我是大哥 你快醒来吧 你救了大哥 你不看我一眼怎么醒来 大哥真笨 你一直在大哥身边 大哥一点也不知道 要不然 大哥也不会让你受这么多苦 也不会让你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 你最喜欢牵着我的手 你说 我的手 最温暖 最有劲 牵着我 就什么都不怕了 现在 我就牵着你的手 你要勇敢 要赶快醒过来 好好的跟大哥说说话 我们刚才相认 还有好多话没有说 大哥还不知道 你这么多年 是怎么过的 你还年轻 还有好多日子等着你 你要活下去 知道吗 我应该 Drug说话 对我还不知道 是什么都不怕了 对我 你应该怎么办 我说明灵状 就是这么多了 对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它是宝石石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哪怕你早回来一天 哪怕一个小时 项链也不会没有救 现在你回来了 他却没时间了 他是以为你死了 才要为你殉情 陪陪他吧 我想陪他 可他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他心里都只有你 你知道吗 知道昨天 我还想把他从你手里头抢过来 可是无论我做什么怎么做 根本就没有用 他心里都装不下任何人了 只有你 陪陪他 他也不想把他换过去 他就不想把他换过去 他换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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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守得住 守不住 我都和唐德 和向灵在一起 和平安 我会亲手杀了他 你刚回来 凡事小心 小心 小心 怎么不休息啊 几天没回家了 看着有学乱 别弄了 明天我帮你 乔真醒了吗 别担心 他大哥是福星 好 别担心 乔真 一定会好起来的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知道我碰到谁了吗 谁啊 刘世明 怎么了 说不上 说不上就是感觉 就像和平常人不打一样 说话 神情 他问了我许多 还叫我好好地陪你 还说 说 说什么最近几天 要万事小心 姐 你不是要和我一块儿 击败爹吗 马上就去 大哥 你也来 我就不去了 你们家的事 不行 你也要来 一起去吧 好吧 好吧 周四一直都是我们沈家的人 列祖列宗在上 沈家第九代孙学文禁告 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爹死了 哥哥们也死了 就剩下我和姐姐了 姐姐身体有病 可能也活不长了 我就是沈家最后的传人 列祖列宗在上 向你们叩拜 姐姐 我就是沈家当家人了 沈家的规矩 我说了算 我说怎么改 就怎么改 好啊 那你说说看 我听听 新的规矩就是 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姐姐喜欢何大哥 就和大哥在一起 想离开唐德 就和和大哥一块走 姐 你总说想要自由 现在 自由了 師祖 最后一批伤网名单 说吧 还有多少人 能开枪的都算上不足四千 四仗过半 来天这一仗有些奇怪 说说你的看法 敌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 占有明显的优势 虽然我们的士兵拼死抵抗 很弥补不了军力上的不足 如果我是日军指挥官 我会在三个小时之内攻破防线 直接进攻城门 可就在他们即将成功的时候 就后退了 我想不明白 就我们两个人不用假设 直说吧 这种情况下无非有两个结论 要么恒天勇是徒有虚名的战争白痴 要么就是另有所徒 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人徒的是什么 可眼下只有孤手 幸好疫苗发挥了作用 许多患病的士兵和百姓 正在恢复体力 我刚跟医院通了电话 魏县长一直在医院操劳 据他估计 三天之后 我们就能夺出一千胜利军 这可是何平安的功劳啊 是啊 他是个奇才 施总 您找什么 这是何平安给我画的一份 城防作战图 十分详细 或许我们还有少住唐德的希望 这样 你去通知魏九方文刘世明 明天我要给何平安公开手续 是 没想到薛文还有这个心思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薛文也真的长大了 怎么样 现在很好 怎么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过 你现在自由了 想去哪儿 以前 哪儿都想去 不过现在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在哪儿都一样 那我就陪着你 你想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真的吗 真的吗 这种感觉真好 很年轻 只是很可惜 我的命活不长了 不会的 总有办法 你不用安慰我 我只是觉得挺可惜的 我一点也不害怕 也不难过 以前再久的日子 我都觉得活得没意思 可现在跟你在一起 哪怕只有一分钟 我都很知足 哪怕只有一分钟 我也要把这一分钟延长 延长成我们的一生 是否 是否 平安 有时候 我能不能不承认命中注定 你想想看啊 如果日本人不来 我现在呢 就依然还是那个 灌塞牢笼里的沈家大小姐 你呢 就永远还是那个臭警察 是啊 沈小姐 怎么会看上我这个臭警察呢 老百姓我都说了 得罪了魏九峰为什么 可得罪了沈湘玲 那 可是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沈湘玲女 一定是一个又丑又怪的老姑娘 老丑吗 没有人比你更美了 是 可以进去吗 他不想被打扰 我是来找你的 想跟你说几句话 就在这儿说吧 谁啊 你好吗 我很好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我看过医生的诊断书 你怎么可能好呢 你不是还有话要跟我说吗 平安 你要是早回来十分钟 这个你刚才在路上遇到我 已经说过了 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说这个 我 我不是 我 我 我只是 我现在真的很好 我知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 我希望我每天 都能跟平安在一起 能够每天都看到他 就心满意足了 平安也是这么想的 我 我知道 我不是来打扰你们俩的 我 我是来送信的 明天早上九点 中央银行为您举行 收尋仪式 我不需要什么手续 我只要安静地 陪着香菱 你回去告诉余市长 谢谢她的好意 我不会去的 为什么不去 这是你应得的 那我就 我就不能陪你了 我跟你一起去啊 到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人都瞻眼英雄 我算什么英雄 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救不了 我喜欢看 好 那我去 去做英雄 带着你 那话我已经传达了 那话我已经传达了 我走了 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都过去了 什么过去了 全都过去了 我不恨你了 原谅你了 谢谢 谢谢 我不恨她 是因为曾经 我明白 来 稍点睡吧 明天带你去看英雄 我不睡 我一刻都不想闭上眼睛 我想每时每刻都看着你 对 你能进来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你就甘愿输给和平安了是吗 唐远峻 我借你出去 你们中国人有一个故事 将一个农夫救了一条蛇 却被蛇咬死了 刘桑 想做这条蛇 可我不是这个愚蠢的农夫 您到底想说什么 给你机会 杀了和平安 你 不敢了 阿浩 我们的阿浩 有个人 懦夫 你就是个懦夫 你永远都赢不了和平安 你才是懦夫 你总躲在背后 锁在阴影里 从来都不敢站出来 你要想杀和平安 自己去杀 你放屁 连自己的心爱的女人 都抢不回来了吗 你都不抢就多了吗 多不回来了 就算我杀了和平安 也多不回来了 就算我为他去死 他也回不来了 永远都回不来了 只要和平安在他身边 他连死都不怕 他连死都不怕 这就是他想要的 和平安就是他的全部 他今天跟我说 他原谅我了 那就等于忘记我了 彻底地忘记了 我在他生命当中 只是一个过客 在他要走完 生命最后一段的时候 他却把我忘记了 他也不知 悲哲 你在这里 他就在这儿了 这位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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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 他 给我 我都希望你把我杀 你让我去解脱了 我不会杀你 留着你 你会很快就能看到的 这可是我爹留下的 你别说 穿着还挺合身的 哪里合身 就是憋恋 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有吗 不过我看着喜欢 那好 我就穿着 沈小姐 陈森本长 你怎么办 真精神 我是来接你的 你现在是战斗英雄 要公开表彰 战斗英雄 都是用战友的命填出来的 这个道理我懂 可是现在日军重重围困 我们太需要英雄了 我明白 想穿就穿吧 好 我去看看 你回了吗 敬礼 我想跟平安单独谈谈 可以 何平安 这一次你做得很对 不管我是以一名老党员的身份 还是虎文军参谋长兼团长的身份 我都要对你说 感谢你为唐德所做的一切 你很了不起 了不起的 是那些牺牲的战士 其实 我不想去参加那个手续仪式 你应该去 这显得很虚弱 那是军人的荣誉 你不仅仅代表着你自己 你还代表那么多死去的劣势 他们不是为你和平安去死 而是为了唐德 为了国家去死 你要接受奖励 也算是对他们的告慰 我明白 现在城里的间隙还没有根除 日本人可能已经得到了消息 如果他们知道病毒的问题已经解决 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再等 如果估计没错的话 他们很快就要发起纵宫 最艰难的日子 就快到了 我们能守得住吗 你是想听我说 守得住是吗 我想让组织给我一切 感恩 要有一,尽 每月之后 不够并不能 Hause 估认